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甘廷外交部部长 阿甘廷国家农业部部长出席 阿甘廷主流媒体 央媒驻阿机构及华文媒体等参与进行报道 邹萧丽大使在致辞中表示 9月10日 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张继文 与阿甘廷驻华大使盖铁哥 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与阿甘廷共和国农牧与业部 关于阿甘廷豆白舒华卫生 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 阿甘廷是世界上最大的豆白出口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豆沾消费国 协议的签署为两大市场 实现直接对接奠定了基础 我仅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期待阿甘廷书华豆破起运的那一天尽快到来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 开放带来机遇 竞争促进发展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前 经济全球化遭遇密流 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霸凌主义 对世界经济增长 构成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愿同包括阿甘廷在内的各国一道 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 坚持开放 合作 共赢的原则 密切磋商 协作 助力各自国内发展 并为世界贸易 投资增长 注入源源不断的信息和动力 据报道 阿甘廷总统马克里 曾对此下协议的签署表示 阿甘廷是最大豆破出口国 现在全球最大市场之一 已对我们开放 他表示 这项协议将扩大农业部门就业 为阿甘廷农民创造更多的生产 和就业机会 阿甘廷华人网友军 现场报道 阿甘廷就业风下 阿甘廷云